哈喽大家好 欢迎访问海星微课堂 昨天我和大家有分享个 罗莫克斯的从下载安装到配置的一个全程过程的录制 那今天我昨天晚上我花了一点时间去了解一下这一套系统 那我今天就把它的一些相关的界面一些分享给大家 那大家现在看到的是我的一个 安装好的系统 它这个是登登录界面 那我们一般安装好以后有个登录界面 那个密码就是我们在按照过程中设置的密码 那我这里是登输入密码 那这个授权的方式 它默认有两种 一种是Linux的一个认证 一共是他这个Promox的他一个授权认证 Promox的授权认证应该可能是他用于集权方面的 使得统一的认证 那我们一般是一台单机的话 就使用Linux自带的一个授权认证就行了 这里有语言版本 它有 因为它是一种开源源键 它基本上所有的语言基本上都有的 其中常用语言都有的 那我们点击 选择中文 点击登录进去 那它登录进去以后 它有个是没有有效订阅 这个意思呢 就是说它官方有提供一个技术支持的一个 包裹 它有不同的根据你的一个 部署的一个范围 就是说你可能是多少台电脑啊 或者有些更高的技术支持的话 那你可以订阅它的 大概是最便宜的 好像是每年大概 几十几十欧元吧 那我们确定 那在这边的左 左边呢 它这边有一个试仓 试图 它这个试图有分为四种模块 那我一般的话 我们使用文件 那我这里点击大家看 这个就是 服务器模块 它就是一个数据中心 下面有很多台一个服务器 那就说 因为我这是一台 所以就只有一个 然后这边的文件夹 我们打开看一下 它文件夹去根据你的一些 配置像我这种 因为它这个虚拟机 它支持的 KDV 以及那个OpenVZ 两种虚拟技术 那它这个就是一个容器 一个是虚拟机 那它这个节点就是我们一个 比它实力 每一台独立 机器的一个节点 那这个存储就是每一台独立机你可能有一个 节点 你要你要你也可以添加额外的一些节点用于 更高的商业的一个存储 那这个是文件 那我们再看一下存储 那存储它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 跟这个营养的 一个资源石 你看我这个资源石就是 每一个 虚拟机或每一个 容器 它都是排的好的 就这样可以快速的 进略 因为如果你是数据中心的话 可能不知道哪一个 虚拟机在哪一台主机下面 它这样就是 它这个 这套系统主要是 我昨天逝了以后 我就觉得它还是很强大的 就是可以 而且又是免费的 只要大家去摸索的以后 我觉得 不属于它简单一个小型的一个数据中心 还是没有问题的 那我一般会用文件夹的方式 因为我们一般是一台电脑的话 我就用 用文件夹的试图 就是你 节点 虚拟机啊 容器啊 以及存储啊 这些 因为我们在按照过程的默认的时候 它会 不能两个存储 一个是使用 自带的一种 就是用于存储模板的 就是说 假如我要按照一个虚拟机或者我要 如果我要上传一个 IOS官碟的话 那我就这边就 就要上传 像我昨天晚上有上传两个 直接点击这边上传就可以了 如果你要 使用容器的话 直接点击这个模板进行一个下载 我看了一下模板还是 类型还是很丰富的 像它的一个常用的系统都有 026 23个 然后它这一些常用的应用 它有98个 你点击 选中一个点击下载就行了 像我这里已经下载 关于下载我就不做演示了 因为下载要花一定的时间的 那 你点击这个点击下载就可以下载了 那我昨天已经下载了两个容器 一个是 Ruby9的 一个是Ubenture 10.4的 它这个容器的大小 它大概 大小就在这后面就可以看得到的 在下载的过程中 你它可以直接在后台进行一个下载 这下面就有一个任务栏 任务呢 这个 每一个你每一步操作 它这里有日子记录下来的 像这个日子的 因为是集存一字 因为我们现在目前是一台电脑 所以这个 集存一字基本上就 我们就用不上的 一般是看 任务 任务的状态这一块 那这边呢 就是说你点击这边左边的这个 树上结构的 那右边呢 它就会有相应的一个改变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边我是点击容器 那我这里就所有的容器 那你看容器的 它实际占用资源是非常之少的 你看 我直接点击进去一个 这个容器 它这个控制台 我们点击这个就直接进轮栏 你看 这个Ubenture Dubenture 9 它只有占用 绿存只有14兆的14m的一个 绿存 那是非常之少的 它就是对应的我们 以前常用的一个OpenVizem的一个 VPS 那这个你就可以快速可以占据很多个 那个我这边也是 Ubenture 14.4 那你看 它这个主要是用你快速进行一个 系统调试啊 或者是你要 做成一个模板的话 你就可以先 用 指定的一些 系统 然后进行一个配置以后 然后你可以打包 那你像我这看到它后台 这边你可以打包 你看 客楼 准换成模板 以及 管理HR 应该就是一个 高 高性能的 高负载的那一种管理 就是Dota电脑进行一个处理的吧 这里也有一个删除 另外看一下这边的节点 一般你看我们节点 节点 你可以看了它的一个磁盘使用率 内存 以及CPU运行时间 你点击进去以后 那就可以看了各个 系统的一个详细的障碍 你看这边有 运行时间 CPU的使用率 磁盘使用率 以及内存使用率 以及网络使用率 它这边都有很详细的一些 详解 也有一些 图示 这边你也可以直接进入这个 节点的一个终端 节点的终端 你可以也去 它是一个 实际上它也是一个 我们看到它这个 它实际上这个系统 它是基于 Dota电脑系列上面的 创建的 那 这是关于 终端 你看它这里有一些网络 一些一些建成 一些网络啊 你可以拿 网络设备 如果你很多个 端口的话 你可以在这里进行一个设定 因为我们是一台 那笔记本身也是的 那只有一个端口 那这个一个端口是桥接 实际上是这个接口 桥接 网关 还有这些是认证 因为我们 如果你是在一个商用的话 你可能有一个 商用证书的话 你可以在这边进行一个配置 商用证书以后 那我们联系以后 它是httbs 那这边就有对应的 因为我这边是没有认证的 所以它是有 有会提示不安全 因为是我没有使用商用的一个证书 那这边的一个DNS 也可以进行设置 以及时间 你要时区 这个系统日制 就是所有的 你在 这台服务器上的一个日制 它会在这里 有列表出来的 这样便于你更高的 更去调试 那这边的更新呢 它有一个刷新的 跟我们的那个是一样的一个刷新就是刷新仓库 你要升级就升级一个包 这个都是一样的 你看这边有个防护墙 还有一些磁盘 磁盘这些 订阅 你看如果你是有 有购买它的一个商业支持的话 你会 上传那个订阅 id 然后进行一个 技术支持 那是节点 那这个虚拟机 我简单 说一下这个 它虚拟机 我昨天创建了一个 Xp 并在上面安装了一个 那我这边直接点击 启动 它就把我这个Xp启动过 启动起来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这边有状态启动 它启动OK的话 那我们点击 点击 点击进去 那我们直接进行一个控制台 在这边点击控制台 它这种就会连接到我们的一个桌面 因为我这是刚刚启动 它是要开机的 因为我这台电脑 就是环境是 资源不是很高 所以可能稍微会有一点慢 那这个 就是一场一个正常的一个虚拟机的形式 你就在这边就可以进行一个 调试啊 这各种各样的 两件的测试啊 我觉得是 很方便的就把 把闲置的一些机器完全利用起来 它这边就直接登录 但这个选项呢就可以 你设置为开机启动 假设你有时候 我以后可能会在 这一台虚拟机上张一个远路由的话 那我可能 配置它开机启动 我就在这里 确定 开机启动给我选就可以了 这里有编辑 各个 各个配置都可以在这里编辑 那我这里应该已经进入以后 我们再看一下 控制它这边 它正在连接 那它这边已经就可以进去以后 那我们可以点击这边放大一点 那就你可以在这边进行一个操作 可能刚刚启动还是有点慢 就进行一个操作 跟我们 跟我们普通电脑操作是一样的 因为我这个电脑有没有使用传统 使用的是传统的电盘 可能在 石盘加载时是稍微会慢一点 那我们 不用它 然后如果你差距好了 你还可以对这一台 虚拟机做一个快照 是很 快照就是说 你需要哪一个 把所有的环境配置好 你就 做个快照 就这样就下次你就 想还原是非常方便的 这是关于这个虚拟机 以及这个存储这边 简单的就是说上传刚才已经讲过了 那我们上传的模管以后 我这里还做 简单的演示一下 怎么创建 虚拟机以及 创建 CT 那这边 直接在这创建 我们点击 假设我这样 创建 XP 第2台 那这个他ID 使用它自动的吧 要点击下一步 你看这里磁盘的 我们全处这个 操作性能 IOS因为我们刚才已经 上传过以后 它这边就可以 可以进行一个选择 选择 然后你这个系统你对应的 像Windows 我们就选择Windows 然后这边你是选择XP 对应XP 然后点击下一步 然后点击这个 这些就可以 按默认的 另外我们是 本地的 存储 以及缓存 这边 都默认的 CPU 你也根据你的一个 资源的一个 有没有多少的进行合理的分配 然后这绿存 网络都是使用默认的就行 你要点击下一步 然后你最终OK的话你就确认 他这个你就可以跟 我们平常安装系统一样的 按照这个台虚拟机 那我这边就不点击完成了 直接关闭 这是关于 虚拟机的创建 那还有一个 CT就是实际上就是OpenVG的一个创建也是一样的 这个资源池 因为我们目前没有创建资源池 那这个密码的 因为你 我们都是 OpenVG的虚拟机直接你要设定密码的 因为这个密码是在你进行登录的时候要用到的密码你要点击下一步 你要这里模板 我这里刚刚下载两个 其实你可以如果你的磁盘充足的话你可以把所有的模板下载下来 都适用一遍 这样对你进行一个系统的缘练我觉得很有帮助的 第二 我们直接选择这个你要点击这个 你要这个CPU这些都让他自动分配吧 因为我现在是眼视嘛 所以点击确认 完成 他就自动在解压把这个模板解压成 但我们可以看到 他正在解压这个模板 应该是等不得很快的 根据你的磁盘的反应速度 他一下就可以把这个解压出来 然后就 就把这个虚拟机唱解好了 那他正在解压 然后我们其实可以在这边关掉 因为他这个 在 任务栏这边有提示 你看他这边是一个打这个圈的 符号就代表他还在 运行状态中 在贺台运行 那 等他 状态是变为OK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 进行一个启动个虚 CT的虚拟机 CT虚拟机就是OpenVZ的虚拟机 那他状态OK了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 他现在没有启动 那么点击启动 他就正在启动 好他已经启动好了 他这里说已经起的好了 那我们 那我们重新 再连一下 这个中断 然后昨天我可能是 对他这里已经连接上来了 我们直接说 中的账号密码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 这一台虚拟机 啊 就Linux的系统就已经参加好了是非常之方便的 在大家 在学习或者在一些 做测试的时候我觉得这套系统 还是不错的 这是关于这边的你要这边还有一些 更高级的一些设施就相当于 帐号啊 群 用户群组啊一些资源资源池啊这些就是哪一些 VPN是放在哪一个资源池里面 这个我觉得是如果你有多台 啊 多台主机互相连起来的我觉得应该很好玩的 就是可以配置一个简单的一个 家用的一个数据中心 我觉得还是 还是不错的 啊刚刚就把这个整个演示 给大家看一下 啊 大家有什么问题呢 或者有什么想 了解更多的呢 可以 在我的视频下方给我 留言 大家一起学习 因为我也是 刚刚接触这套系统 大家一起学习 互相帮助 感谢大家的收看 谢谢 谢谢